在我印象当中 肖邦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人 虽然我也没有见过他 但是我从他的音乐里面去了解他 去感受他 他的音乐都非常的诗意 他的音乐当中 我认为还有一点 是非常跟中国的文化有所融合的 他是柔中带刚 而且是非常中庸的一种表现形式 他创作了非常丰富的钢琴音乐 像夜曲 波兰舞曲 叙事曲 周明曲 前奏曲 马祖卡舞曲等等 应该说把他所有对音乐的理解 都展现在了钢琴的这个方面 比如说像在夜曲里面 它的旋律性 它的优美性 就充分地得到了展现 像这一首夜曲 也是最能够表现 我认为肖邦的旋律的一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肖邦还有很多 他非常为人熟悉 也非常让我欣赏的一些作品 像他的波兰舞曲 是曲之民间的一个素材 一种波兰的一种英雄气质 英雄主义 包括他对民族的 深深的一种感情的一种体现 像我在肖邦比赛上演奏的肖邦的 《大波兰舞曲》 也体现了一种 他对祖国的爱 和民族自豪的一种精神 《大波兰舞曲》 其实说到肖邦还有一点 我认为也是我最欣赏的一点 因为肖邦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作曲家 因为他从小出生的地方 并没有在首都 后来他到华沙去学习神造 到后来他在巴黎去世的时候 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心脏运回自己的祖国 肖邦短暂的一生都处于民族威王时期 19世纪上半叶 整个欧洲都处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洗礼之中 波兰的政治时局一直动荡不安 肖邦被迫离开故乡波兰 移居到了法国巴黎 直至临终都没有回到故土 离开祖国18年之久 思乡之情和对祖国波兰前途的深刻担忧 一直在折磨着肖邦 他把对祖国的一腔热血化为音符 以音乐为武器 创作了许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钢琴作品 德国作曲家舒曼称肖邦的音乐 像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 向全世界宣告波兰不会亡 所以我觉得整个来讲 他的从小应该说对他自己爱国的这种情怀吧 或者说特别是后来有流亡 这个国家的一个应该说沦陷 他也体会过这种感受 而且非常为国家的这种命运着急 也是一是着急 二是又非常的无奈 这种感觉在他作品当中一直都在体现着 他也非常希望看到自己的祖国的好强大 这也是应该说他自己作为波兰人来讲 也在骨子里面的一种情怀吧 应该说他把他所有的对祖国的热爱 对祖国的失恋 也都寄托在了他的作品里面 像肖邦的协作曲的开头 我认为是非常能够体现 他对祖国波兰的一个失恋的一种情感 那其实我在每次演奏到这个旋律的时候 也会异常地失恋自己的祖国 我认为是非常能够体现的一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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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云迪也有着很深的民族情节 它是根据中国的经纪的灵感 和题材所创作的 也是最能够体现 中国文化 中国音乐和中国民族特点的一首作品 广告 其实我觉得音乐应该说是来源于生活 所以生活对一个艺术家 一个音乐家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灵感汲取的一个地方 我非常庆幸 应该说我出生于重庆 重庆是一个美食的一个天堂 能吃辣 虽然我现在吃辣的程度 应该没有以前那么厉害 但是随便在每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应该说在随处都会询问 哪里有辣的饭菜 因为有的时候在 我认为在美食 包括每一个特点的食物 它也是有生命的 也是有内容的 也是有感觉的 它都能够在我的音乐演奏当中 给我带来很多的一些灵感 我是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钢琴家 我的愿望和我的梦想 也是希望能够将中国的文化 音乐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同时也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个时代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音乐 了解钢琴 了解中国的发展 今年我也会在祖国开启我的中国钢琴梦巡演 也希望将我的钢琴梦 我的音乐 与所有的热爱音乐的音乐爱好者 年轻人 一起去分享 一起去感受钢琴 古典音乐的魅力 李云迪是在我采访的这些嘉宾当中 非常特别的一个 难得 时常可能有那么一次 他把他自己的注意力 完全投射在钢琴上 他把他的情感用钢琴来表达 我觉得音乐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您在弹画面跟很强的曲子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定的心法 为什么钢琴家 弹琴是在哪摇头晃脑 他为难你 现在的我感觉就是纠结的 钢琴它已经不仅仅是西方的乐器 它也可以用钢琴弹奏出中国元素的乐曲 有时候我觉得好多钢琴家 他会即兴地去用钢琴弹出一点点 他对一些感觉的表达 比如说 你会不会有时候去弹 愤怒 轻松 自己试一试 假如说我们做个实验 现在说几个感觉 你就随便弹两个 跟我们大家互动一下 就试一些 比如说 炎热 随便弹 炎热 真棒 我在听着又出汗了 其他还有谁想愿意 说出一个什么感觉 让云帝来弹的 你说小朋友 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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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怎么感觉 来怎么感觉 哇 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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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一个去专注 也要去解析它 就是看起来很多音符 其实它是一些和弦和和声的一个构成 所以其实是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弹起来的话 你只需要掌握一些 一个把位的问题 所以说 真的是这样的句话不多 来到我们的身边 跟你们一起交流对音乐的感觉 现场随时去提问 你好 雲迪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包括我的爱人 爱人也来了 对对对 谢谢 我是从01年开始听您的钢琴曲了 甚至就是包括您的各种CD 我也是有很多 我的爱人也是 当时我是由于家庭 就是不太富裕 没有学习钢琴 但是我当时就发誓 我一定要找一个学钢琴的一个女人 结果就是 当我遇到我的爱人的时候 我就是猛烈地追求她 恰好她也是喜欢您 是您的忠实的粉丝 我就当时我在 有好多种纪念 我今天带来了许多 您的CD 这个是 对于我也是比较重要的 也是您的几个 包括您的第一张 19岁的时候的第一张CD 现在我们也是有宝宝了 当我们怀孕的时候 就是给宝宝听着这些CD 宝宝现在出生了之后 也是在听着这些CD 它45天了 我们希望以后 您把中国这些乐曲 带到更远的地方 更多的国家 我希望把中国这些 像您那些中国风的曲子 带给世界 让世界人都知道 我们的愿望就是 让我们孩子 就是听您更多的CD 更多的曲子 刚刚跟云迪在跟我们分享 她的一个音乐梦想 其实云迪的 她的这些一举一动 有时候也关系到了 别人的梦想 我给后排的观众朋友们 一个机会吧 云迪你好 我是北大六院的心理医生 我知道如果要是 弹钢琴的时候 必须要特别的专注 然后精益求精 得在意每一个细节 所以我就想知道 你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也是一个 追求完美的人 在生活的其他方面 性格是什么样的 谢谢 我们的心理医生在现场 提出的一个 跟钢琴没有关系的问题 你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 你觉得你生活中 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吗 应该算是吧 因为会要求比较高一点 会比较讲究一些细节 然后我是一个 应该说求知欲望 还是比较强烈的 这样的一个人吧 钢琴家去看 心理医生的读度 其实国外应该有 你有用吗 在以前的 我看过一些传记 像霍罗维茨 霍罗维茨 应该说 他在人生当中 有一个阶段 有一个 一种症状 他老是觉得 自己弹琴 手上是有玻璃 所以有一段时间 他有停过 在自己的演奏生涯当中 非常的 应该说非常的沮丧 有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压力 这种压力其实是 对自身的一种要求 对演奏的一种要求 对舞台的一种要求 等等 所综合的 所以这种情况 我希望未来 还是尽量能够避免吧 你是平时如何去抵消 如何去应付 你在演出过程当中 遇到的紧张呢 因为大部分来讲 在舞台上的话 因为你可能会去 思考的时间会很少 很多都是一个 已经准备好的 一个下意识的 一种反应 一种感觉 都需要平时 在练习当中 去习惯 去准备 那当然在舞台上 也有激心发挥的 包括一些 很好的一些 比如说音乐来讲 很好的处理 乐剧 音色 技巧 等等 这些是在已经准备好的 过程当中 可以进行发挥的 也是相当于是 画龙点睛的 一个作用 看来云地还是比较淡定 他能够用自己的方式 去化解那些个紧张 还有谁 有什么问题的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 我总是看演出的时候 会看见钢琴家 弹琴是在那摇头晃脑 为什么演出的时候 钢琴家总在那摇头晃脑脑 来 云地哥哥回答一下 为什么摇头晃脑 因为其实 每一个人在演奏的时候 其实正常应该说 在钢琴学习的过程当中 演奏的肢体语言 是和音乐的作品的 所需要的内容 是吻合 和这个 是相符合的 包括在演奏过程当中 身体怎么样去用力 就是因为 钢琴演奏也是需要一些体力 包括怎么样 下践 和包括下践的一些速度 这也是跟身体 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作为 我认为 对钢琴的演奏来讲 音乐应该是 在自己的心里面 和指尖去流露的 是应该尽量 避免和减少身体的动作 尽量减少身体的动作 对 小朋友 你的妈妈跟你一起来了吗 那个宝宝现在在弹钢琴吗 在 在学钢琴 他每天练多长时间啊 大概一个小时吧 一个多小时 你觉得他练得好不好 他认真弹的话挺好 就有时候呢 会分点心 你觉得他有天分吗 宝宝 钢琴这件事情嘛 我觉得还是贵在坚持 再有天分的话 如果你不好好练的话 一样还是不行的 那你对于宝宝 现在练钢琴 你的期望是什么呢 我并没有说 期望他成为一位钢琴家 或者艺术家 我就像刚才云迪说的那样 在以后将来长大了 工作中 遇到压力的时候 可以去释放 通过琴声来释放他的压力 感谢妈妈的理解 这小朋友有福气啊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我是从四岁开始练钢琴 然后我在弹钢琴的时候 经常会坚持不下去 就弹了十几年 所以我想替全国的小朋友们问一下 您在弹钢琴的时候 会有坚持不下去的情况吗 然后要怎么让我们坚持下去 谢谢 因为我自己从小是非常喜欢钢琴 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放弃 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作为音乐和钢琴来讲 也要看自己的一个 自身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音乐是一个放松的 作为日常训练或者说爱好来讲的话 是应该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所以希望如果你把音乐当成自己的一个兴趣 或者爱好来讲的话 是可能会感觉更好一点 是有时候音乐在进行很大量的训练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会觉得一种机械感 觉得每天都是在反复那些音节 但如果你把它当成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你哪怕有一天你没弹你可能心里就痒痒 我顺便问一下云迪 你最长一段时间 最长最长多久没弹过钢琴 间距最长有多少 现在可能少 现在因为每个地方 哪怕我可能去旅游啊 或者玩的地方 都会准备钢琴 因为我有时候可能突然想起来 可能想去弹一弹 所以他基本上每天都得弹 这是他的生活方式 如果把钢琴当成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要那么苛刻地对待自己 那么钢琴永远是美好的 好 再次感谢你们的参与 接下来让云迪自己在舞台上放松一下 云迪想谈什么 安安静静地传递给我们 我们听听云迪想表达的 谢谢 好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呢 发现李云迪非常的内向 一个长期和钢琴为伴的人 他在面对大众 面对观众的提问的时候 经常会带有一点点害羞的微笑 他的钢琴梦给我的启发是 钢琴也不仅仅属于冠军们 钢琴属于那些 甚至一辈子都不参加比赛的青少年们 属于那些 甚至以前没有接触过音乐 没有碰过钢琴的老年人们 钢琴属于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扑扑通通的人 钢琴的确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想说的是 钢琴不分国界 不分年龄 弹钢琴随时都可以 所有的人一起去分享音乐 分享五点音乐 这也是我想去做的 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一个梦想 只要你坚持 只要你带着自己的这份热爱 这份执着 梦想其实离我们很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